2019年加时的拍卖会上 一件代表红山文化象征的玉珠龙 得到了厂内买家接近十分钟的竞价 最终以1600万的成交价震惊了世人 直接引爆了国内收藏界对红山文化的热议 红山文化距今已有五六千年 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 辽宁西南部和河北北部 是中国北方著名的新时期文化中心 在红山文化中最为显著的 便是对玉器的制作和使用 玉珠龙便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代表 因它形似龙与猪的结合体 故得猪龙之名 这也是中国最早出现龙形图腾奇物 发现的玉珠龙其背部均有一到两个对钻圆孔 可做事物细绳配挂 这也是红山文化出土玉器中 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但高达15厘米以上的大型玉珠龙 就其重量来说 已不适合佩戴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 玉珠龙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事物 而应是红山先民所崇拜的 代表其祖先的神灵图腾物 在比红山文化更早的星龙蛙遗址中 出现了最早的龙形图腾 一条由许多石块和桃片组成的S型动物 静静地躺在那里 很明显那是距今8000年以前龙的形象 更让人吃惊的是在这条龙的头部 竟摆放着一个野猪头骨 这些遗存物的发现都证明了在上古时代 生活中猪的重要性 猪是温顺的 繁殖力强的动物 对于古人来说 圈养生猪能提供食物安全感 因此续养生猪成了定向生活的标志 农业和畜牧业的兴起 对人类摆脱野蛮状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它也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慢慢地古人视猪为一种吉祥之物 在起天求雨的祭祀活动中 猪成了沟通人神的信物 后来又根据常年对北斗星的观察 创造了北斗神猪的传说 玉猪龙表达了古人对生命繁衍和万物起源的崇拜 猪的胚胎形象和玉猪龙完全吻合 因此玉猪龙代表了生命之源 同时北斗环绕北极星旋转永不停止 C形也象征了生生不息的轮回 表达了死后魂归北斗再次重生的愿望 当人类文明已经出现了宗教祭祀和神灵崇拜时 猪就自然而然会成为原始先民的通灵之物和权力象征 这样猪的形象会逐渐演变成龙的形象 可以这样说 龙形象的出现是原始农业发达的标志 也是宗教生活的需要 当中国古文明开始向蒙昧时代告别时 龙的形象出现了 猪龙 它又是文化的象征 也是原始社会的理智 等级和权力逐渐变化的产物